头一个需要注意的肯定是贵膝 特别是初学泰拳爱好者 他容易腿部力量不足 在下蹲的时候 上身没有做到真正的立身中正 以及含雄八倍 这个时候一练拳往往会出现这种 膝往前探 甚至往前轻的动作 局部压力过大 长时间以往可能会造成没有必要的疼痛 一个是马步状态 刚才所说的 别人练得全架低 你也想摆全架练低 但是你的基础不够 非要强低下去 就容易跪膝 撅屁股 还有一些虚步动作 比如说 摆个亮翅 这个时候也很容易摆胯挺起来 这一挺起来 虽然全架比较高 但是整个上半身的重量 还是集中在这个位置 怎么办呢 解决它 那你就是摆胯收起来 以前我也经常说了 你膝关节过脚尖 不见得绝对就是归膝 不过脚尖 也不见得不是归膝 主要是看你这个上身的重量 最终是集中到哪里了 例如说 即便我们全架很高 膝关节没过脚尖 但是这个胯没有收 整个上半身的重量 我们肉眼可见 它是集中在一个点的 你在这个位置再去移动 晃动 长持以往 局部压力过大 就容易造成这个没有必要的疼痛 那反过来 即便是你蹲在这了 膝关节超过脚尖很多了 但是由于坐胯也比较深 力量还是在腿上 它就不能称之为跪膝 比如说白高亮尺的虚部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跪膝 收跨 垂直点好像过了 但是力量还在脚上 好 这个是我们身形上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另外呢 也不要扭膝 例如说金刚倒队 很多同学在向外平铝的时候 这个左膝没有固定住 向外一转 这膝呢 你看就往里扣了 是不是拧胯拧膝 长时间以往 这个地方肯定会不舒服 怎么办呢 把胯松开 膝往外撑 与脚尖对齐 注意外撑 胯松开 你不要跟着它带过来 还有就是蝉脚的时候 蝉腿的时候是最容易出现膝关节问题 这还是两条腿 承担你的体重 蝉腿呢 是一只腿控制我们的重心 所以对于这个单腿的力量 要求很高 初学的时候呢 不要做太低的拳架 你腿部力量不足 非得和别人去比较 别人低我也要低 那一开大步 前倾 从腿上来看 膝往前探 跪膝 这慢慢都出现了 所以这个一直告诫同学们 初学拳的时候不追求低价 追求的是动作的规范性 所以这个蝉腿注意膝往别前 别往前跪 同时呢 腿也变软 一蝉脚 软腿 这也是受力点不均匀 怎么办呢 力柱顶千斤 所以凡是蝉脚动作 注意啊 我用了一个凡是 凡是蝉脚动作 比如说我蝉左脚 右膝 同时向外撑开 看一下单边蝉脚 右膝 起来 下蹲 向外撑开 尽量保持力伸中正 你看 膝脚在一条线上 这个时候 受力均匀 蝉右脚也是一样的 蓝扎一蝉脚 蝉右腿 左膝往外撑 撑开 保持力伸中正 力量不足呢 窄一点 先练对 你在正确动作的基础上 腿部力量 它增长的也比较快 同时呢 还不容易受伤 好 祝大家 合理锻炼 减少 没有必要的运动 疲劳和损伤 祝大家都得到一个 健康的身体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及收藏 谢谢大家